这是官方版LINE自动群发软体的使用虚枝,使用本软体前,请先看一遍这个使用虚枝,如果不看,软体不会用,或不能用,我还是会请你看一遍,所以你就乖乖看完吧。 请在微软温多斯7或8或10的电脑中,先安装LINE的电脑版。 不知道如何下载吗?请看这里,到LINE的官方网站,输入网址如画面上方所示,下载右侧PC使用的Windows版,请注意不要下载到下方的Windows 8或Windows 10版本。 再来要安装Otos软体,就是LINE的自动群发软体。 到画面上方的网站,会出现此画面,请点击红色按钮就可以下载Otos软体。 为何叫做Otos,因为是自动传送的意思,你说这英文字是代表车子,也是没错啦,名字好既不是机车就好。 下载后,请解压缩,然后安装,接着会有一些下一步下一步要按,装好软体后点击Otos图式执行软体。 停,先等一下使用软体,我先跟你确认几件事,确保软体在接下来的运作上不会有问题。 请到LINE的设定画面,LINE的左上角有一个齿轮符号,点它一下,会出现下拉选单,其中有一个叫做设定,不要想太多点进去就对了。 LINE的基本设定中,有一个聊天式检视选项,请设定为个别视窗,不是单一视窗。 LINE的提醒设定中,有一个提醒方式,不要勾选使用弹出视窗。 LINE的聊天设定中,传讯方式不要用阿尔特加恩特,要设定成恩特。 我忘了跟你说,使用本软体的电脑最低等级是处理器要英特尔科尔I5,记忆体8G,硬碟500G,作业系统温多斯7,但其实这有说没说都不重要,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你家的电脑能跑得起来。 使用群发软体时,除了同时开启LINE电脑板外,请关闭其他应用软体,也就是说电脑只能给群发软体使用。 不能做其他事情,能看片吗?不行。能逛网站吗?不行。能打报告吗?不行。不行,这些都不行。 因为发送讯息需要时间,为了避免城市受到干扰而中断,请关闭温多斯背景排成工作,像是磁碟重组,定时扫毒,硬体检查,温多斯或其他软体自动更新等。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关闭,问问谷歌大神,他比我还厉害。 本软体会自动更新,但有时候软体会呆呆的,如果更新后在使用上有问题,请先尝试清空组合讯息,再重新建立组合讯息测试看看。 如果软体仍有问题,请到脸书讨论区反应。 接下来,回答一些大家常问的问题,有乡民问,可以发群组吗?答案是可以的,奥托斯除了可以群发好友外,也可以群发赖的群组。 如果你无法用多台电脑多个赖账号发送的话,建议你可以花点时间将赖好友更名,借由排序分成不同类别。 并且每分类在第一个好友名字中注记这类好友数量,做好分类,发送时会更得新应手。 并且每分类在第一个好友名字中注记这类好友数量,做好分类,发送时会更得新应手。 奥托斯特别设计随机讯息功能,建议大家发送讯息前,先建立不一样开头的多个讯息,软体可以随机发送,大家不会都收到同一则讯息,我也是怕被赖公司封锁的。 接着回答一些订阅专业版的乡民常问的问题,先说说专业版是什么,当你一开始使用这套软体时,是免费版,没有使用到7日限制你放心,你可以一直使用下去。 像是协会发送会员讯息,网络行销用途等商业用途,你就需要订阅专业版,专业版没有软体开始使用前的广告,也没有发送择数限制。 第一个专业版常问的问题是如果序号已经输入了A笔电,但又购买B笔电,请问能换电脑使用吗? 当然可以的,你可以在旧电脑奥托斯软体的关于中按下反注册按钮以解除序号绑定,然后在新电脑中重新注册。 你可以在软体的关于单元中进行反注册,订阅到期前,要续定时,可以直接点击上方按钮续定,续定的价格比较便宜。 如果超过订阅时间就没有续定的优惠,必须用原价订阅。 续号弄丢了,请问能重新申请吗? 当然可以,请电话或LINE告诉我们您当初购买时登记的电子邮件,我们会重新将续号寄至您的信箱。 最后,如果你还有问题要问,欢迎你到我们在脸书的讨论区发问,我们会尽快并且乐意回答您任何问题。 工商广告一下,如果想学网络行销,欢迎参加蓝眼知识学院的课程。 工商广告